哈哈哈 哈哈哈 哇塞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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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好想咯 上一次开了一个失败的榴莲 今天又准备来开榴莲盘盒 看今天的这个榴莲给不给力 这个是前几天去朋友那边给的送的 那我现在来开咯 因为上次我朋友说了 就是那个大概放个三四天就可以吃 而且就是如果它那个榴莲的那个香味有飘出来 就可以 榴莲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这两个尖 如果是能把它捏起来的话 也是一个熟的表现 这怎么开啊 我又没办法把它切对方一样 还是不太会看 好嘞 好嘞 现在可以了 拿那个碟子 好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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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狗 嘞 這個留給好 那個殼又薄 然後 肉也多 好吃 這個 是嗎 還嫌棄 這個 叫高震盒 其實如果是 剛好熟的話也不難掰的其實 而且我這個榴槤是 熟度剛剛好 再熟一分形 學說 少一分形 不夠 不會太浪的那種爪 然後又是 有點硬 然後有點會剛剛好 在這裡了 在這裡了 喔噻 好好吃 這就是那種不會浪的 然後 一種硬勢中 它沒有 它是不會那種 爛爛爛爛爛的 它有一點點靜著 但是 有原味超好的 嗯 太好吃了 這個牛雷給它打9分 這個牛雷就是 曼谷學姐 帶給她送給我們的 兩個之一 這個是已經比較熟了 第二個我明天來開 那個稍微輕一點點 應該明天開是剛好的 那 這麼小一個開頭 這麼大一盤 那我上次買的那個 呃 20公斤的開頭是差不多到的 所以就是 超活算的 那 這個牛雷 可要蒸掉嗎 當然 不是 這個 還可以用喔 What 就是 把這個 楠給切出來 還可以用來 煲湯 榴槤 可以煲雞湯 廣東人有什麼不能煲湯的 我們平時去 市場買的榴槤 它開完之後 我們也會把它這個 讓它 把這個楠給切出來 然後拿回來 拿去煲湯 超好的 OK 那今天開箱榴槤 成功 真的好吃 又大又多 關注我 點個贊 轉發 加評論 讓回答你了解更真實的泰國喔 謝謝